三刻鲁 嗨 嗨 各位來到鐵花村的朋友們大家晚安 晚安 歡迎大家來到鐵花村 那今天是週四鐵花村每週三到週日呢 都會有音樂性的演出 那週三週四我們都會比較在 這一間屋子就是藍色小屋 那週三是我們唱作居家自由舞台 那週四呢我們會比較做一些像 今天有主題性的啊 或者是台東在地比較偏輕鬆小編織的音樂 那五六的話就會在戶外的大舞台 週日就會在草地居心草地音樂 那我們大概每週呢都會這樣子不同形態的演出 那今天呢是一個很奇妙的主題 就是我們選了一個叫做十二星座之歌 那我們今天總共會有八組的歌手呢 會輪番上陣的來在台上呢 除了分享一些有關於星座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經驗之外呢 也會帶來一些有關星座的歌曲 那我們今天的消費方式呢 就是先到鐵花吧台 第一下一杯飲料之後就可以自由入座 然後介紹一下環境 大家剛剛在點飲料的地方是鐵花壩 那沿著鐵花壩呢 面對鐵花壩往左手邊走呢 會看到一個木造的空間 它叫做鐵花壩 那壩店其實販售很多來自全來各地不同的文創商品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我們鐵花村自己出的一些商品 毛巾啊 拖鞋啊 鑰匙圈啊 很多很多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鐵花壩店呢 參考看看等一下會有個中場休息 然後呢洗手間在大家的後方就是有一排熱氣球 下面的燈 那下面的建築物 對 那如果你覺得你很 你覺得熱氣球很美的話呢 我們其實鐵花壩店有在販售 對 有興趣可以去 對 全台鵝應該是說 全世界唯一就只有鐵花壩的鐵花壩店有販售 熱氣球 但是它是白色的啦 你要自己彩繪它就是會變一個獨一無二的一個熱氣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喇娃 那我今天會一直在台上陪著大家 那我其實我自己也有準備了幾首有關於星座的歌曲 那我也會談談有關於我的星座 然後還有其他人的星座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歡迎各個不同的歌手啊來分享他們有關於星座的小故事 你們對星座很熟悉嗎 有沒有 好像還好對不對 那我來跟大家就是朗誦一下好了 應該知道星座有幾個吧 十二個對不對 剛才我們其實開場前呢 第一首歌我們其實是放來自王力宏的一首歌 他那首歌就叫星座 然後歌曲裡面其實十二個星座都都講完了 山羊水瓶 山羊水瓶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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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羊座 金牛雙子巨蝎 獅子處女天蝎 天平射手座 然後其實每一個星座啊 其實都有很多像是星座專家 或是很多人都把它歸類出很多不同的特質 其實都大同小異 那決定在座有牡羊座的人嗎 沒有 好 那我這邊就稍微介紹一下 牡羊座呢 他大概就是 他有個正面的特質 可能就是 有勇氣 然後面對挑戰 熱情 好奇心強 然後就有領導力 然後動作很快這樣 那他有一些負面的特質啊 像是 好戰 不服輸 沒有耐性 很自我 那如果你們 剛好講到你的星座 你們覺得好像 有點不太雷同的話呢 都歡迎可以一起在這邊做交流 就是討論一些星座這樣 再來有沒有金牛座的朋友 有 有 他呢 他其實就是 實際務實 然後 有決心 感官 力很強 那他的那個 負面特質就是 沒有安全感 然後 非常的固執 非常倔強 然後 然後再來是 雙子座 他呢 就是 反應很快 上場溝通 博學 好奇心強 怎麼很多都有好奇心啊 然後 學習能力也很強 他的 負面特質就是 不穩定 然後持續性不高 欺騙 雙重表現 對 雙重的表現 這樣 好 那我就是 等一下就是 慢慢的介紹這樣 那我今天 我來搭配歌曲好了 這樣 大家覺得 比較不會像是 很像是一個座談會 還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是一個 音樂表演 所以 就要搭配一個 音樂的演出 那你們來猜猜 我是什麼星座 猜不到吧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好那剛剛有講到 一個雙子 我今天要先帶來 第一首 有關雙子座的歌曲 其實我有遇過雙子座的朋友 蠻多的 可是讓我覺得比較 明顯的特質就是 真的有一種 雙重的表現 他可能 可能 一件事情跟 上一秒是這樣的 但是 下一秒就突然 就會不知道說 欸 到底哪一個是真的 就會覺得 很 很奇妙 對啊 非常的 難以捉摸吧 對 那我今天要帶來 第一首歌 他其實是 應該是說 他是 雙子座的歌手 那 他其實 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有才華 然後我覺得 非常有魅力的 一位女歌手 本身也有很多的創作 他叫張璇 現在變 焦安 虎 對 他這首歌 叫做 Beautiful Woman 那其實 也有很多就是 把他 把雙子座歸入 他其實很懂得 生活 對 然後很有自己的想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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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我拎著小煩惱和背包 心情兩張就變得很好 我是說很好念 也不能哭哭不去照耀 照耀 美麗的她剛走過夏天風潮 我偷偷洗她 那味道留下了驕傲 我是說驕傲 Girl 青春美好時是擁抱 掛起你的外套 那是炫耀 你渴望的一切 那是炫耀 你渴望的一切 你渴望的一切 美麗的女人 美麗的女人 她是一切 美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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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拎著小煩惱和背包 心情兩張就變得很好 我是說很好念 忍不住也不能哭去加強喧導 美麗的她剛流過一抹微笑 我感覺有熱 發現了燦爛的心跳 我是說心跳 Girl 青春美好擁抱 美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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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你渴望的一切 都會來到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smil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ght Beautiful woman, and you're so nic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ght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ght 掛起你的外套,我开始炫耀 你渴望的一切都会来到 非常美妙,非常美妙 非常美妙,非常美妙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smil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ght Beautiful woman, and you're so nice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light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shei 好,這就是第一首歌,來自水瓶座的歌曲 那我一個人跟大家聊星座真的是有點太單調 所以接下來我要歡迎我的下一個階段的搭檔 大大,掌聲歡迎他 我們大家可以猜猜我跟他是什麼星座 我還沒曝光我的星座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特質好了 讚猶豫很強 我才講第一個 愛恨分明 很有魅力 太漂亮 這應該不是天鮮座的特質 我在試麥克風沒有合音 那你來說說你的特質 你覺得 我嗎 對,明顯的特質 嗯,我很愛家 大家很懂星座耶 所以講一個特質好像就 大家就大概可以知道是 什麼星座 那我來念念看我接下來要分享的 這個星座他的特質 浪漫多情 根本就不用講 對他這邊有把它歸類一些特質啊 想像力很強 然後很有同情心 具有藝術的特質之外 浪漫多情 那他有一些負面的特質 就是不切實際 因為有時候浪漫過頭 再來就是多重善感 然後只說不做 有沒有雙魚座的朋友 有嗎 沒有 受傷 容易受傷 就可能玻璃心這樣 然後軟弱 大概是這樣 所以想到雙魚座 我就會想到一首歌 來自趙永華的一首歌 你們知道嗎 這首歌 對,叫做最浪漫的事 那我今天不是跟我的另外一半唱 是跟我的前世的另一半 而且是乾的 我的乾爸 跟前世的乾情人一起唱這首歌 來自 因為他是我乾爸 因為爸爸不是前世的情人嗎 但是也是一種緣分 對 他會當我爸爸 應該我們前世也有一些瓜葛 我對不起你 可能是第三者吧 沒有啦開玩笑 好 那清草一 那你覺得你對雙魚座了解嗎 我其實不了解星座 我們家有金牛座、巨蟹座、天蝎座、射手座 所以我大概比較知道這四個星座 因為那個感覺就很直接 對 然後剩下的 其實我沒有研究 對,不過我現在是伴奏了 所以我就先 這個歌其實我滿喜歡的 對,最浪漫的是 好 就帶這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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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著背坐在地毯上 聽聽音樂繞繞人望 你希望我迎來了溫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別說想送我個浪漫的夢想 謝謝我帶你找到天堂 哪怕有連累子才能完成 只要我講你就記住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好 一路上收藏點點滴滴的幻想 留到以後做著搖曳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好 直到我們老的愛也去不了 你還依然把我當成熟寫裡的房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好 直到我們老的愛也去不了 你還依然把我當成熟寫裡的房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因為心中的場寫了 我能考慮你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自己的事 好那接下來我要帶來一首 天蠍有關天蠍座的歌曲 那我覺得我其實 我覺得我星座特質蠻明顯的 就是可能很多人說天蠍座 對很敢愛敢恨然後很愛記仇 在有越很強然後怎麼都好像是很負面的 不會啊不要對不起天蠍座鬼發會翹起來吃 就是有一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可是通常三小時就報仇完畢啊 沒有就是應該是說報仇的話會 會規劃一個非常非常就是 對非常完整完整的一個作戰計畫這樣 好可怕 你不要教你妹妹啊 有沒有天蠍座的朋友有嗎 欸怎麼樣你也是這種感覺嗎 還是你是比較正面派的天蠍座 真的嗎你有什麼就是特質 對啊你覺得 重感情 對真的很重感情 有吧你的真正的女兒 不是啦親生女兒 我是養女 我女兒也是金蠍座 然後她也是金蠍座 然後那個蝎子這樣 女兒乖 你要什麼爸爸買給你 像我的真正的爸爸不是啦 我的生父他也是天蠍座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兩個人相處模式會有點 有點 也不是怪就是有一種默契吧 就我們好像之間不用說什麼 就因為我爸是屬於那種會 不會跟你講他真正心裡的想法 或是他只會講一個 他的講話很深奧 他可能想要點你就是你都不回家 可是他會用一種很神奇的講法 可能就是說 我想不到耶就是一種 我突然覺得很孤單我要過生日了 之類的對不對 然後就會不會告訴你他真正的想法 他從來不會說你很久不回去了 對啊 他會用另外的 那個狗可能很想念你 就是反正他永遠不會讓我 不會直接告訴我他內心真正的想法 其實就也是跟我一樣這樣子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愛情啊 或是跟朋友之間啊 如果遇到一些衝突 我其實都不太會把自己 就是真正內心的想法說出來 反正如果說 呃他可能就是讓你用猜的或是什麼 是吧 你會嗎 你看我們都一種 讓人覺得很神秘的一種 就是 常常人家都 對天蠍座會覺得說 好像他很神秘 其實是 有時候我覺得 反過來是 有點想要保護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們太害怕 我們內心被 被挖掘 所以就會用很多 很多層的一個就是 保護我們自己這樣 那接下來這首歌呢 這首歌我覺得還蠻 蠻符合天蠍座的一個情境 就是 來自童安格 欸 大家都知道童安格吧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對不對 你說我像雲 捉摸不定 然後 你說我像夢忽遠又忽近 就是 覺得天蠍座到底是 在哪裡 對 然後又像一個迷 就是永遠都摸不清這樣子 對 好 來囉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像雲 就摸不定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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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像夢忽遠又忽近 你說我像夢忽遠又忽近 想你 總是看不清 其實 我不在乎 也藏著心 翻譯自己不能 負擔 對你的深情 我以為更靠你一太近 你說的要遠行 海底裡傷心 不讓沒看到哭泣的眼睛 怕自己不能負擔 對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說要遠行 海底裡傷心 不讓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這首歌啊 我的最後一句真的是很典型的間接作 分手的時候故作堅強 轉身的時候一把眼睛一把鼻涕 跟爸爸吵架的時候假裝沒事 轉身就爸爸哭了 因為爸爸也是天蠍座 好 謝謝我的搭檔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歡迎一個 等一下我們來看他從上台到台上 他要什麼 特質可以猜出來他是哪個星座 他叫做地華 小心地華的地華 好 掌聲 歡迎他 掌聲 歡迎他 有嗎 有 我有什麼特質 有嗎 那你說嘛 你提示啊 陰柔的特質 什麼 陰柔的特質 陰柔 陰柔的特質 陰柔是什麼 藝術家的特質 喔 對不起 好會解釋喔 陰柔的好遠的藝術家 那我來講一下他可能有一些大膽冒險 有嗎 啊 不受拘束 喔 害怕承諾 不穩重 不修蝙蝠 有嗎 有啊 你看你我懂 他的褲子從來沒有洗過 沒有牛仔褲啊 牛仔褲 好 你趕快解答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 來 後面的朋友 答對了 來 給他一個掌聲 射手座 躺起羊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 你生活中你不覺得你 哪裡像射手座 對 你覺得 應該就是不喜歡被管吧 就像 就像你媽咪 你可以形容我們去喝酒的那個狀態 什麼意思 就是我喝酒可能會突然 喔 就是很多時候可能是他 召集大家一起去 可能聊天啊或是去一些 聽音樂的一個地方 喝飲料 喝飲料 對 然後他就走了 就是他把大家找來 他就 就走了 然後隔天就說 欸你們好嗎 就好像也沒事情這樣子 常常都是一個 屬於一個沒有辦法 就我跟他講說 你這樣好像不太禮貌 可是他 他覺得 好像 不是禮貌問題 就是我會覺得 對 我好像就是想睡覺了 這樣子 他就會去睡 他也不管說今天的局 是 是誰負責的 對 對 就是你看我們兩個 就天蠍座跟射手座會有 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嗎 大家有射手座的家人嗎 有嗎 你也是射手座 你也是 有嗎 我會 當然是玩到掛再回家 喔 玩到掛再回家 那你應該還有一個是 你是酒量鋪好那一種 對 而且我也是要看心情 可是你看 射手座就是要看感覺 嗯 對 所以就是 大家如果有射手座 可能就不要太 在在乎他的那個 什麼 就如果他要突然走 你就不用管他 是這樣吧 好像 可是該遵守還是要遵守 對啦 就是 然後射手座還有個習慣 就是有一點白目 什麼意思 白目 就是有一點出之大業 會嗎 反正 反正 但是射手座最主要就是 愛自由 對 自由有兩種 所以他今天帶來兩首 自由 對 兩首都叫自由 他要強調他真的很 太太想要自由了 對 你介紹哪個歌曲 第一首自由呢 是張璇的自由 那這首自由我自己覺得 比較像在對自己說 自由的那一種事情 就在解釋那一種事情 然後他也想到有一點愛情 還有一句叫做 逃避全世界最難以面對的自己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我會有一點矛盾 你在戀愛的時候 你的角色會是怎麼樣 所以 我的角色就會比較霸道一點 就會想幹嘛就幹嘛 就是 強勢吧 對 強勢吧 就是想幹嘛就幹嘛 對 但是這首座的愛情蠻真實的 就如果他今天喜歡上另外一個 他就會去喜歡上另外一個 什麼意思 那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是有些人會解釋什麼花心啊 哦 我懂了 我剛才想說 就是可能我跟你交往到一半 然後你很喜歡 另外一個 對 然後你就會去愛他了 真的假的 而且我也不會管你的心情 是嗎 可能男射手女射手 是嗎 是 好 那我們先來聽第一首歌好了 對 不要聊太久了 好 張璇 謝謝 為了想要得到自由 踩過城城插上翅膀 飛過高山飛過河流 才发现我的自由全都只是想象 其实我都一直在逃避 逃避全世界最难要面对的自己 I just want you get away from me I just want you get away from me 如此而已 为了忍受无法寂寞 我从你手中摇走爱情 过了两年觉得累了 我要在我身上插上翅膀 下一次我又走到哪里 逃避全世界最难要面对的自己 I just want you get away from me I just want you get away from me 如此而已 I just want you put in overtime Hide, hide away from me I just want to get away from me I just want to get away from me Rucy Erni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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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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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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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Hide, hide away from m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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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削掉我自己 他連拍子都很自由 有沒有發現他就是 透徹的自由 就是自由到 全身的細胞 他也很喜歡去 到處旅遊 他之前是幾個去印度 三個月吧 去那邊 就是自由自帶的走 就是那個自由的程度就是 可能例如說今天 要三個月其實可以 遊整個印度 然後我可能就會在 我就沒有 局限制說一定要去哪裡 然後跟我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買了一張機 然後到一個城市之後 然後再開始 決定要往哪一個城市去印度 然後 那個 路上也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我大部分都會走 所以我就是可能走這條巷子 然後走一走 然後我看到 那個女生有點吸引我 就會往那邊走 然後看一下貴狗 然後想說怎麼走 就是一個很自由的旅行 所以其實我大部分旅行都是 我自己一個人 我不習慣 有另外一個人 不管是家人或朋友 或是前人 跟我一起 你跟他怎麼約會 約會的話就是 那我們可能今天就是要看電影 就是我還是會好好做 就是 但如果當我想要那個自由的狀態的時候 那他就是得自由 對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看自由 自由 對 那下一首自由呢 他就比較澎湃一點 他可能表現的比較自由 看起來就是 好不好 自由好像一定要紅色 或是很熱情的 所以他 這首就是掌聲樂的自由 Yeah 也許我跟妳 我知道我的脾氣不是很好 也許不一定 我知道我還是一樣愛著妳 大概一瓶紅色的酒 看著情緣又來又去 是否我們都想要自由 我沒有關係 你可以假裝沒事離開這裡 一切好安靜 一切好安靜 我只是想把情緒好好壓抑 當妳是會先說再見 我知道我一定哭泣 走的時候記得說愛我 愛我 說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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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妳不再愛我 我的淚滴下來 妳從來不曾看過 為什麼 為什麼 愛情讓人變沉重 沒有人 沒有人 告訴我 原來 不是 我想想 不要 回來 妳已經 自由了 我也已經 自由了 妳 知道我的脾氣 不是很好 也許不一定 我知道我還是一樣愛著妳 打開一瓶紅色的酒 看著情緣又來又去 是否我們都想要自由 是否我們都想要自由 我說愛我 難道妳不再愛我 我的淚滴下來 妳從來不曾看過 妳從來不曾看過 為什麼 為什麼 愛情讓人變沉重 沒有人 告訴我 原來 不是 我想想 不要 回來 妳已經 自由了 我也 我也 已經 自由了 對 對 好 所以 真的很自由 真的 有嗎 我每次跟她出去玩都會神奇 因為我們可能講好要去 我們是家人朋友 就是我們雖然沒有邪言 但是我們就像家人一樣的朋友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講好 假如說我們要去哪里啊 假如我們要去劍湖山好了 三天兩夜好了 然後她可能就會突然變卦 然後也不講 然後就會突然 就是一個突然就說 欸我沒有要去了 對 然後我是屬於那種旅遊 我一定要規劃說 欸我第一天大概要幹嘛 就是都會 欸怎麼去啊 然後幹嘛幹嘛 都會先想 她都是那種 到了再說 到了再說 然後突然不想去 就說 欸我覺得 還是不要去好了 然後我就會 一個博大 對 所以後來我想到姐有辦法 就是一開始我就會設定那個行程 就是她會說模糊不行 她說我可能會在這邊 但我也有可能會去那邊 現在有一次我們就 因為我們住立家嘛 然後我們隔壁村是大南 然後我就跟她說 欸神我們今天出去玩 她說要去哪裡 我們就說 我們就去大南以南 哈哈 就不會講得清楚 不然我會崩潰 因為她如果變更我的行程 我真的會 對我們就 我就只能講一個 就直接跟她講 這個行程沒有目的 就是隨便走 好謝謝聖手座 拜拜 謝謝 還沒聊完 還沒聊完嗎 你還要聊什麼 沒事 謝謝大家 好謝謝 拜拜 好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要繼續歡迎她 是 欸她剛說她是什麼星座座 牡羊 金牛 金牛 對 獅子 等一下 巨蝦 對不起 愛家的巨蝦 大大掌聲歡迎她 你們要再兩次我女兒 大老生妳好多 我知道 零七一五 零七一五 花伯兩天嗎 你應該可以吧 我沒有 我可以兩天啊 我說我先下去 好 那我們時間就交給巨蝦座 OK 好 那天王 有巨蝦座嗎 沒有耶 真好 有一個 OK 好 其實 比如說 假如說 不是像現在這樣 回到過去的時候 就是巨蝦座一定是過去的災難 那蹲在家裡 家裡面啊 什麼都安全 什麼都好 你就像很厚的一層殼 然後就會保護自己走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 欸 家裡啊 什麼都 順利什麼都好 就很滿足 這樣 我要唱這首歌 這首歌的詞是 呃 是我寫的 呃 我想要講一下這首歌的故事 那天有一個啊 也有一個 警察 歌手 警察 歌手 就加他招我們 對 欸這我知道有一首歌啊 欸 我寫了一個什麼樣子 他就唱 牽著一個孩子的手 拋在演員樂上 達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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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他就哼 哼去掉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怎樣講 我就在聽他講故事 然後 然後在 就是他講完他的故事以後 當然就是 他不是巨蟹 他是獅子 然後聽他講故事以後 我就開始寫 然後我寫完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有小孩 後來呢 就是可是那時候 我的第一個孩子在 肚子裡面 在太太的肚子裡面 後來寫完畢以後 死寫完 然後就給他 他就開始補曲 補...補到一段時間又停下來 然後他沒有什麼靈感就想 其實這樣講也好 講一些故事這樣也好 你們會知道一首歌不是那麼容易出現 然後後來大概一年 我太太又懷孕 他太太也懷孕 然後兩個孩子他的肚子都一直長大 然後寫完 他終於把歌整個都寫完了 這首歌叫做 孩子與你 我的天堂 那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某些程度上面很能夠 對應 巨蟹對於家的那個戀 缺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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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藍天空 陪著我們 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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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牽著你和孩子的手 和泡在原野上 輕柔的風伴著白冰飄蕩 進去再飛揚 陪你們 走過天涯海峽 是我一生 承受的夢想 息息和無溫暖在胸口 再沒有悲傷 親吻臉龐滿足在心中 永遠的希望 也練習了 充滿著歡笑 這是我的家 ODK 這麼多的愛 招在宮廷嗎 可能 还是要常常唱 不然都忘记了 好 我要唱的第二首歌 跟巨蟹无关 就是当初一开始 他们说唱说 十二星座的歌曲的时候 我不知道一开始 你都记得十二生肖吗 马上再欺负我头两串 不是 对不起 我唱这歌很感人 马上感受两个人 不是 没事开玩笑 没事 他说 来来 平安 没事没事 我说这个是很习惯的 没事很烦 那请问这边有人是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一个在后面 它是巨蟹座 对啊 对 但是它不是天秤座啊 我现在上这首歌叫 是天秤座 这首歌呢 其实它有一点点的年纪 不过你没听过请这个 我刚才讲的 你没听过就当成 上个礼拜当初的专辑 不熟这样 它是黄书俊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 就真的很符合星座 叫做天秤座的名字 我很喜欢它用歌词去形容 天秤座的名字 天秤座的名字 它们是永远摇摆的生命 它们是维纳斯的美丽子民 它们是爱与美 甜蜜温柔的化身 确定是善变矛盾固执的灵魂 这首歌写的很好玩 我还蛮长 天秤座的女子 它们是温柔摇摆的生命 天秤座的女子 它们是维纳斯的美丽子民 它们是爱与美 甜蜜温柔的化身 却也是矛盾固执上边的灵魂 天秤座的女子 它们一生的职业是爱情 天秤座的女子 热情无情都是它们的天性 当它们来到你身边 你将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当它们毫无留情 告诉你 告诉你不再想你 告诉你不再想你 你只有人民 天秤座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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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今天決定愛你 明天有一天 明天會有另一個決定 當他們毫不留情 告訴你不再想你 你只有人民 因為他們是虎 天秤座的女子 甜蜜的天使 天秤座的女子 善變的靈魂 迷惑了別人 也迷惑了自己 天秤座的女子 迷惑的舊火 甜美的聲音 天秤座的女子 總是令人心疼又傷心 你不能抗拒他們的利益 不能控訴他們的騙局 因為如果你的月亮 天生註定落在天秤 你只有人民 你 天秤座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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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秤座的女人 天秤座的女子 天秤座的女子 好 OK 好 晴晴是金牛 對 嗯 金牛座 其實 對一開始 科技很硬 很劣 然後 會故事 對 可是 我覺得他結完婚以後 我們現在不是 他跟我一樣很像巨蟹 對 對 這是我的 很好的朋友 對 那 我叫大大 我叫大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太太叫小小 因為她很早一點 她就被叫小小 所以我們一個人 我們一起唱歌 叫一個小一個大 叫尖尖 對 對 真的 我們叫尖尖班 有機會的話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再看到 或是YouTube上面 可以找到尖尖班 好 那就現在 我們要歡迎 下面的朋友 謝謝 謝謝大家 她剛剛唱了一個 天平座的女孩 等等 那接下來 剛好就是一位 天平座的女孩 卡奇米 掌聲歡迎她 哈囉 大家晚安 那 我就是 她剛剛唱的那首歌裡面呢 天平座的女孩 你有没有非常地特质 你觉得 我觉得 你个人有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特质就是 我们非常地自相矛盾 做决定常常就是一跟二 就是不管是哪一个 我们可能都会选到 也可能都不选到 再来就是 我们是虽然很矛盾 但是又很固执 就是我们在矛盾里面 做出的决定 就死都要做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我们就会发脾气 就是天秤座其实 是一个表面好好的星座 但私底下是一个脾气 很爆裂的星座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在我面前是 目前都很好 我还没有爆裂过 好 那 接下来 我要带这首歌 它叫做我又不是女超人 那它是孙生喜跟娃娃的歌 那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选这首歌 就是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天秤座的女生啊 就是可能刚开始在选择 选择 就是有好感的对象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都是很多个 就人家说天秤座很花心 可能就是这个 我们最可能会跟很多个人 就是会有交集 但是就是还没有认真的下定决心 然后等到下定决心的时候 那个人就会变成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依靠 所以若是今天那个人呢 在相处久了又发现 他有点奇怪 又有点不太好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就会 直接转头就走 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 我又不是女超人 那 你 你 失恋 爱你 趁到情人间 他说我 脾气太烈 我刚才想他们 在发挥的本身 温柔一对 不敢吭声 有失恋 这半年都没机会 被抱怨 少了感觉 我赶快要改变 他微笑就虚伪 你 这半朋友 我不封锁 我该他不是我 怪我 总是一头了 不怕 不怕 我不美好 也不想 许多造假 爱情 离我直言 我 肩膀 就装多调 我就等我 等我 等我 不是女超人 有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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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开盘去找学 我脱妆 情深陷 我刚好流眼泪 又不是我不对 不想出谱 不想出谱 那这周边 我该他不是我 怪我 总是一头了 十个万岁 不想出谱 也没有某种的 才会得到罪的人 不要再唱 奔成快乐 收集那些 做的经验 我有的是时间 不怕 我不美好 也不想 不怕 许多造假 爱情 离我直言 我 整个终装 都掉 我就狠落 三球本 别不错 我又不是女超人 不怕 我不美好 也不想 许多造假 爱情 离我直言 我 尸多 我 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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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好 也不想 许多造假 愛情 离我直言 我尸多 尸多 尸多 我 不疼 我 反正 翻了露露露 我又不信律朝圓 來囉 咱咱咱咱咱 我剛剛 那聲音突然不見了 感謝大家 這首歌唱的好複雜 那不好意思因為我過敏 所以我剛剛可能有一半我的聲音會突然就是就不見了 有啦我有聽到聲音 有聽到聲音 好 那 好 那我就介紹一下就是 就是像是剛剛他說歌詞裡面說話就是不怕我不美好 就是天秤座是個非常愛慕虛弱的星座 所以我會盡量的讓人 讓自己可以過得很好 就像是不管是物質啊還是精神層面 那 我們也是如果今天發現啊 今天忙足不了我們就會見風轉舵的星座 就所謂的風向星座 就抓不住他 然後他就會飛走 所以天秤座的人 可能一輩子都要談很多次戀愛吧 大概 可能結了婚之後還是很想談戀愛 所以那個 勞工可能要加油 要隨時保持我們熱戀的心情 不然我們可能就會愛上別人 yeah 好 感謝大家 好 那我要下去了 好 謝謝這個天秤座的女子 過敏的女子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原本有一個中場休息 那大家還是可以自由進出 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的節目就繼續的進行 讓大家可以就是不間斷的欣賞到我們今天 不同歌手 不同星座 分享他們的一些小故事跟一些歌曲 那接下來呢是 既上次24號選舉過後 連任的鐵花村村長 yeah 所以他那個不用選舉 然後自動連任 那我們的村長呢 他是金牛座 對 所以他今天會分享一些 屬於金牛座的一些故事 還有一些歌曲 還有一些歌曲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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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金牛座的不囉嗦 給了一些唱歌 給了一些唱歌 漂亮 有人拍手 所以我聽說 一場金牛座的人就是 其實是 很誠懇的 對不對 你看去挑釁一個很誠懇的一個方式的表現 真的 就是說要讓你們聽得非常舒服 可是唱的的肥皮會很好 我們自己先承認 那我們兩個本身是金牛座的 我們就踏個兩天而已 所以說就看了這個 我自己挑的歌 金牛座其實在世界上要出很多的名字 大家知道嗎 我說這個 摩哈摩德 這個 宗教卻強烈的 還有這個 說那個釋迦牟尼士 耶 釋迦牟尼 阿彌陀佛 平安 平安 好 等一下 我們需要幫忙打 要不要一起打 好耶 漂亮 沒關係 我也會唱錯 不會啦 不會啦 你就打 對 塑膠牟尼 對 塑膠牟尼 金 是 我先唱這首歌叫 逗退 耶 這首歌跟金牛座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因為他也是宗教的那個人 因為 金牛座不知道 因為文奇想 因為是 釋迦摩尼的關係嗎 我可以講 這個也是 我教人道理 是是是 好 好 好 第一首歌還蠻長的 沐魚的 好 就敲開始 沒關係 小姐 漂亮 這樣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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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承拜承拜承 拜承人海外塞海外 白鸡蛋黄小母帳的 因果的作伯特 超伯伯的出口 拜承你 東亞變成了東亞中 西亞變成了西亞中 東亞中亞平壟壟壟壟 起上天這個九千九馬九萬千 一直跟著你出口令狼 新鞋帆子喔 新鞋帆子啊 開開開露靈啊 開開露靈啊 從來是餵鬆 鄉子不愛鄉 請下視鞋帆子 隨著視方啊 甘兆是在哪 是還不是逃半 伯伯是蜜蜜 我要請你 啊不然他很痛 新鞋的王爺叫 我新鞋子啊 你來叫我去照片 一定會說明 一定會說 我也要我 特別會說 拜託你 拜託拜託我們好生 愛向阿天我們未到無限 應該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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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賢 芳香ём 相當壞到幾年 還去 巴辣咖雷劍 賠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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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belongs 與你賣愷 良苦苦苦苦 有來太 場地我無愛 浩浩負和財子 藍那家得來的 reais 阿溫阿對阿溫阿有无狗矮 丟 desapareelu碙阿 冬阿里道阿 侯阿我阿里叫阿 合奸伴着去活深的治体 唷哦喔喔 草木馬擲背啊草啊刺刺 草木馬若然傷啊草啊疼跌 友好的深不持撒痼相 友好的深不持跪下矚 陽佳 陽佳的陽佳 陽佳革命 煙鑽來妳也省би氣 泛 Mandolani 煙鑽來妳也省ası 煙鑽來妳也省axy 你是要買下去 嚇你又驚快跳 有頭買賓 哪里啊 祝我君子 也有你啊 將有事 就有百里的女兒走現 阿公啊 敵人是著青菜 走你都走 你都讓他過橋 草母馬路上啊草仔仔齒 草母馬路上啊草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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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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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 現場來的你也太親戚了 連轉燒親是願意給予去 驚你狗驚 驚到光雲不祖廟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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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今天晚上一定會睡得很好 是 不要聊 然後我們要看這首歌 他叫做熱情的沙漠 熱情的沙漠 所以我們要表現我們的熱情 我們要把熱情結合 熱情的沙漠有聽過嗎 好啊 聽牛座呢 在找歌詞 要幫他聽一下 有了有了 唱這個歐陽菲菲版 好 好 就像這個熱情的沙漠也要是 是熱情 對 為他的滋肉 可是 也會很冷 屬於是 我們希望 我們很渴望愛情 可是 我們也不怕和別人愛 對啊 可是愛人一定會負責啦 只要是被金牛座愛的女人 通常那個女人會非常的幸福 有沒有 這樣子的朋友 有沒有金牛座的男朋友 老公 好 你為什麼沒有關係 我們都有經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 我的樂情 好想把我 燃燒了這個沙漠 我 他要見了我 也會躲著我 他也會怕握著把愛情的過 沙漠 沙漠 沙漠有的我 永遠不寂寞 太煩惱青春的花火 我在高山場裡 你在青山河 我追在沙漠裡的小海河 好 這個聲音就像基督座 放著你的水角的心裡 我在高山場裡 你在青山河 好 再你在沙漠裡的小海 在世我一日清聰聰聰上澡 来上海上沙漠 太阳见了我也会抱着 他也会抱着把爱情的火 要变五百是不是 不必热情 沙漠的雪山沙漠 太阳见了我也会抱着我 他也会抱着把爱情的火 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 来上海上飞滑过 我跟上海上沙漠在情的火 会在沙漠里找爱河 你给我小一年 只能我信我 我给你一小微光 飞开你花朵 爱情的情境 我幸运你和我 我们俩的爱情就一小 爱情的沙漠 我们就做个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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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很诚恳 好 谢谢各位 谢谢Dero 谢谢各位小姐 和前面 好 我们算下一个表演者 好 谢谢这两位金牛座的朋友 看一下他们到底是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蛮有趣的 对他们就是很热情吧 有金牛座的朋友吗 没有 不敢承认 不敢承认 查德是什么星座 天平座 天平 刚刚已经过了天平的话题 好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射手男 我们现在要欢迎一个射手女 对 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射手座的韦婷 掌声欢迎她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跟刚刚那个蒂华 你们好像是不一样的射手类型 是不是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也爱自由吗 对 非常 非常爱自由 然后就是不喜欢被人家冠犬 那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是 不修偏服的这件事情是事实 因为我本身也不太爱洗头 她真的她可以四天不洗头 对 我就是完全不爱洗头 给我洗头啦 她戴帽子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一点 对 我就是有两天没洗头了 对 我还是很香啦 嗯 对 还有什么吗 嗯 射手座就个性比较热关 比较不大会记仇 对 就是会希望跟周边的朋友都希望就是好好的相处在一起 这样子 怎么有别的声音呢 有什么问题吗 刚那个天蝎座的朋友已经先离奇了 天蝎座 我讲 我要讲射手座 对不起 对 我有看到你 没有 谢谢 果然是天蝎座的 好 你继续陆续 这场有射手座的朋友吗 有 刚刚有一个她回去了 啊 回去了 太可惜了 好 那你接下来 但这首歌跟射手座的跃远是 就是应该是说这首歌就是 就是是林小培的心动 那里面的有一些歌词 就是会提到就是过去就是让它过去 就是我刚讲的就是我们身性本来就比较乐观 就是事情就是过去就算了 那不开心了就放在心里就是就好了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林小培的心动 不是有我的男伴吗 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唱这首歌 可它不是射手座的 它是水瓶座的 有水瓶座的朋友吗 有 在哪里 太棒了 不要会有水瓶座的女孩 好 带来这首心动 allein 你 现在 又 花跌 花泽 有多久沒見你 以為你在哪裡 原來就住在我心底 陪伴著我的故事 有多遠的距離 以為聞不到你氣息 誰知道沒被影 這麼長回頭就看到你 過去讓它過去 來不及 總多喜歡你 白雲下老街浪天 啊 如果不能夠永遠就在一起 一直想給我們 外面的勇氣 擁抱它確定 好讓你明白 我心動感情 好讓你能夠永遠 多久沒見你 你永遠都在哪裏 原來就住在你 心裡 你冷卻過的呼吸 往多远的距離 疑惑 總流到你情緒 誰知道你被揭穿 你不就看到你 過去讓它過去 來不及 總多喜歡你 白雲才浪漫藍地 啊 路不能永遠走在一起 一起笑給我們 外面的勇氣 擁抱的距離 好讓你明白 我心動的痕跡 總是想再見你 還是知道它消失 原來你就住在我的身體 守住我的回憶 我心動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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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怎麼有這個 還沒到 現在還沒到 還沒到 好 謝謝大家 怎麼樣 我們還要聊天嗎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換下一個 那個水瓶座的女孩 好 那雖然今天啊 沒有把每一個星座都分享完 那我們期待可以出一個第二集 就是可以繼續討論 星座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可能是 跟大家都非常有關嘛 因為就是 要嘛就是十二生 欸 下次也可以辦個十二生肖 也是十二嘛 蜀牛虎兔 龍神馬羊豪雞狗豬 可是這個特質好像就沒有這麼明顯 對不對 對 好像就只是一個 就是 對 好像還沒有被歸類 我覺得一定有 只是還沒有人去 去研究這個東西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的是水瓶座女孩 來 湯 對 我們先聽她來分享好了 掌聲歡迎 嘎莉 Yeah 大家好 好 我屬龍 然後水瓶座 生日是二月三號 如果大家 就是願意的話 可以寄生日卡片給我到鐵花村 沒有關係 二月三號 對 然後呢 水瓶座 就是 有水瓶座的朋友嗎 那有 有 攝影 攝影的那個 黃醫師 黃醫師 就是水瓶座 對 哈哈 怎麼這樣 我們剛剛不是裁判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嗎 水瓶座 好 那我來問問你 就是 你有以上這些特質嗎 宇宙不同 獨立冷靜 好奇心強 對 對 他的好奇心非常強 怎麼說 就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說 為什麼樹是綠色的 然後他就 講到這個話他就開始 找Google 而且他可以很快就找到答案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稱號叫做 Google小天候 因為像我 我就是沒有辦法 我查Google就是真的查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他就靠Google就可以有很多的解答 就是他好奇心非常的重 就是他沒有 剪開很重 沒有剪開這裡的話 他今天晚上就會睡不著覺 不然你們今天可以問他一件 非常難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來看 他隔天會不會上班遲到 因為沒有睡覺 一直想 我覺得應該是跟我自己有關 就是我很容易忘了 就是 不管大大小小的事 或者是我昨天看一部電影 我們今天就有忘記 所以我就很容易需要再去查 查一次 當然也是因為好奇心也蠻強 一定要知道答案 那獨立的話我覺得 應該就蠻獨立的 我也不知道獨立要怎麼樣才算獨立 你還有一個無法捉鋒對不對 喔對啊 其實就是 我很容易上一秒答應 等一下要一起去吃飯 可是掛完電話或者是回覆 喔好這樣的時候 下一秒我就後悔了 那你跟那個射手座那個有點像 就是其實有一點特性水平 應該就是懶惰 我可以在家一整天都不要出門 就是很懶惰 對 還有水平座最常聽到的就是 說水平座的人很奇怪 有嗎有沒有聽過 還是你們的水平座的朋友 都很奇怪 對他也那個 剛剛韋庭老公也是水平座 我覺得是蠻奇怪的啦 但不知道是我自己個人 哪方面的奇怪 講我睡覺 好 他睡覺 我睡覺會有一個 他的手是不是 他要這樣子才可以睡覺 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我的手要這樣我才能睡覺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手碰在一起的感覺 不知道是我手太粗還是怎麼樣 我就會 不喜歡我就會這樣睡覺 你奇怪吧 還有什麼 奇怪二 奇怪二喔 還好 我不知道耶 都是聽到 有些時候可能在桌上聽一些歌 然後跟著唱的時候 就是 人家就說你怎麼會唱這首歌 你好奇怪喔 算嗎 就是 可是他沒聽過 所以他覺得你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耶 他有難道像什麼 奇怪 有嗎 很奇怪嗎 還好 通常好像旁邊的人說會比較準 因為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去研究星座 還是特別注意 可是有些時候他們講 好像真的是這樣耶 嗯 那你們知道水瓶座有哪些有名的人嗎 不知道 Michael Jordan 真的喔 對 可是他就不奇怪 他哪裡奇怪 搞不好睡覺也這樣 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 還有 還有鄧麗君 真的假的 真的 中斌 你沒有什麼開心的 還有陳維銘 登國城 奇怪吧 奇怪吧 不會奇怪 還有什麼 宋慶明 大家看到嗎 我剛查 喔 他不是那個 國母啊 國母 對 國母 大家的國母 喔 所以你有國母的那個 氣息 對對對 還是有髮織 很奇怪還有誰 歌手能歌手 音樂人 藝人 那我講也有方文山 周杰倫的作詞 作詞 作詞者 他應該滿奇怪吧 不然他的歌詞怎麼會寫得那麼 可是他的 因為他的奇怪 所以造就成很多很好的作品 對 所以不要小看水瓶座 對 那接下來這首歌 還有還有一個人 叫做蔡劍陽 這個大家應該比較 熟悉 親近我們那個 國母有點太遙遠了 那個蔡劍陽 對 然後水瓶座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喜歡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 怕麻煩 所以就是 別找我麻煩 這是蔡劍陽的一首歌 對 他的歌詞叫 歌名叫 別找我麻煩 對 就是這樣子 來 大家 剛剛有敲那個敲鑼的 等一下也可以拍拍手 跟著節拍好嗎 好 怎麼很安靜 大家聊天嘛 吧 好 是故意的了嗎 是我的對誰了嗎 這一天人見人 每件事情都是失散 只想转个弯 直到到晚飞机场 发现美金在身上 啊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长大发散 大发散 啊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感觉你在挑战那个乐观 你的乐观 到晚你还想怎么样 要得我快走开 求你帮个忙 乌云乌云快走我麻烦 想要踏手的可以踏手的 想要踏手的也可以踏手 想要喝酒的就再去买胶 请注定的忙 我穿上了白衬衫 那一杯咖啡 骗在我身上火烦 不如泡一趟 上面它却刚散烊 描不可言的下场 哦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长大发散 大发散 哦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我的乐观 我的乐观 哦哦 你还想着海洋 要得我快走开 求你帮个忙 乌云乌云 不叫我麻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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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找我麻煩 Oh oh 乌云乌云快走開 你可以知道我無常代打散 代打散 Oh oh 乌云乌云快走開 決定在打散 我的樂觀 我的樂觀 Oh oh 你還想著麻煙 靠得我快走開 就你把我的忙 乌云乌云的叫我麻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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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找我麻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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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找我麻煩 Yeah 所以就是別找水瓶座的麻煩 差不多就是這樣吧水瓶座 應該因為我是天蠍所以我是很了解 我還沒有講 水瓶座有一個特性就是 就是喜歡神秘的人事物 那他一定喜歡我 對我蠻喜歡你 就是如果在一個場 我發現大家其中有一個很安靜的 我就會去關心他 可是今天台下的都很安靜 所以等下我們在那邊上輔導課好嗎 那我大家很安靜 Yeah 謝謝 祝大家生意見 好 那你就跟我一起在台上吧 好好好 那對我們今天就是主要是 會做這樣的一個主題 是因為覺得星座他其實看似遙遠 但其實他跟每個人都有一個很 很很很就是切身 切身嗎 很貼近的一個那個 對雖然我們不是星座專家 可是如果真的上網查 就會覺得說欸 天蠍座有哪一些特質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我好像有 原來我是天蠍座的那種感覺 就覺得就是那種特質是一個蠻奇妙的 所以有一個有很多專家把它歸類成 就是你不覺得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嗎 是超奇妙的 那你要不要分享你也是天蠍座 天蠍男天蠍女 天蠍男天蠍女 天蠍女 天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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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羊 对我们会做第二集 你是母羊座吗 那我来想一下母羊座什么歌 每天就好 那你要不要上来唱一首你觉得很像母羊座的个性的歌 小小羊儿一样回家 没有啊只是因为里面有羊 羊喔母羊座 就是母羊座蛮有规矩 就是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放哪里他就是要放在哪里 是吗 还是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母羊座是不是很有勇气 很火爆 对我觉得火爆 就是平常人很好看 可能姐姐也是这样 她生气起来的时候 不要看她这样很可怕 我觉得母羊座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因为他这边有写一个特质 很有勇气 你觉得你很有勇气吗 真的吗 那我们就带来一首勇气好了 因为刚好我会唱 要找鸽子 会这样吗 勇气 我找好像Key 那母羊座有没耐性吗 那母羊座有没耐性吗 没耐性 对 快点快点 等不及 太少了吧 那这首歌是梁静如的勇气 那这首歌是梁静如的勇气 谢给母羊座很有勇气的一个星座 终于做了真正 你别认真不受我独立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 我的心一直温惜 说服自己 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海连泪流眼泪雨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只相信会在一起 人生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我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你别认真不受我独立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 一直不信睡不清 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但面对流眼泪雨 只有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只相信会在一起 人生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我愿意 就是 对 游戏 就是游戏 就是游戏 好 我们再开放一个星座好了 因为十点了 还有没有 觉得没有被 分享到 处女座 处女座 婷语 从婷语是处女座 舞梦 洁癖 因为我爸就是处女座 还有什么 有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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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反正 我们就是 真的会聊不完 那我们就期待 下次的十二星座 那我们今天讲了 非常多星座 希望 下次 或是你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也可以写信给我们 2月3日到生日 大概就可以 没有啦 我说节目啦 不是要记卡片给我们 你的星座啊 或是你觉得 有什么不一样的主题 你想要看见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的节目更丰富 就可以写这个 以下的信箱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有各个粉丝专业 田花村音乐剧若曼市集 它可以连到我们的官网 然后里面也有我们的电子信箱 就是欢迎大家 都可以常常来上网看我们 在做什么 那铁花当然不只有音乐 也有我们的小铺 就是有饮料啊 有自己的文创商品 还有很多 很多的故事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跟我们一起参与 因为我们铁花明年就要 第十年 哇 对 可能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到铁花村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帮我们一起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铁花村 这就是我今天的结尾 哈哈哈 很棒 所以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感谢你掌声太棒了 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新作 然后周三到周日都会有表演 下次见 晚安 下课 拜拜 那空杯空瓶再帮我们拿到外面的桌上 下课